法西在地新聞 繼續要來講五十多 很多人要吃Q還有大型的基障 以前的做法 基障會參冰箱 但是冰箱最新體 所以現在都換合法的 體格問 三偏磷酸納 參這個冰箱 跟參合法的三酸 這個三偏磷酸納 擺出來的基障 有什麼不一樣呢 來看打架立功隊 有人當作說 基障就是南冰箱 考驗這AQ 北開架垃圾的時間不像 黏在架垃圾上面結果不中 基障如果不會出去 又讓人開發燈 因為南冰箱這種的做法千萬五湯 基障不能南冰箱 那人去吃到會上身體 那他會累積在人體 那可能會引起食慾不振 消化不良 那嚴重的話 可能會有噁心腹瀉 或者是循環系統 異常的一個問題 若是違法南冰箱 依照實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可以出7年以下 預期到興 同時法 八千萬以下的罰金 三偏磷酸納時 衛生效率無工具 可以代替冰箱合法實品 添加物 現在是衛生 交代五日製造 在衛生所 免費發放一千八百分 吃的口感 我們分得出什麼是加膨砂 是沒什麼感覺 自己做嘛 所以要才來拿這個東西 三偏磷酸 那它是合法的食品添加物 那它在製作減重的過程中 它是在最後一個步驟 是最為浸泡使用 那它的口感吃起來 它可以完全取代掉 像使用膨砂一樣 讓減重仍然保有 良好的保水性以及脆感 如何分辨加油膨砂的粽子呢 唯一準確的方式就是送進實驗室 我們必須先用五百度的高溫 讓它變成一個揮畫 就像那個沙子一樣的東西 蘇拉南共生地理 金鵬雞爪丁鈴 用蒸養機槌一分鐘 蒸搭了會變紅色 蘇拉糕地 基層的岩水就會變成黑喉形 這樣就可以表示說有冰性 只有三十四驗性 這有就知道這個機場裡面 到底是不是有冰性 想要安心不要擔心機場 除了機台業者不要亂不染 也可以自己做 那就是說 如果想要接到QQ的口感 千萬愛的基準 不可以借并非不同用